有女儿平安 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灯路上光 让我们继续来看 路加福音24章30节到32节 到了作息的时候 耶稣拿起饼来 注谢了剥开递给他们 他们的眼睛明亮了 这才认出他来 忽然耶稣不见了 他们彼此说 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 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 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 那这两门徒强留耶稣住下 那耶稣也预备 或者说也想要跟他们同在 也准备要住在那里 那到了吃晚饭的时候 耶稣就拿起饼来 注谢了剥开递给他们 他们的眼睛明亮了 就认出耶稣 那么耶稣在最后的晚餐呢 亲自剥饼 然后分杯递给门徒 我们知道这是宣告 主的身体 主的肉 主的血 那门徒在主里面吃喝主的身体 主的血 这是表达与主有份 那这让我们知道 我们要领受从神来的话语 主的道 那成为我们生命的灵粮 我们也要领受主的血 解除我们的罪 使我们能够领受一个更新的生命 那这样子与主有份的生命呢 是让我们认出基督是主的一个关键 那就是为什么在这里当耶稣 波饼的时刻那么门徒 他们就认出 耶稣基督来 我们需要与主有份 需要领受主的真理 需要领受从神来更新的生命 我们才能够认出 基督的生命是怎么样子 我们要与主建立那真正稳固的关系 不是凭着眼见 我们要清楚的认识神 需要把这关系建立在真理的根基上面 毕上一切的神迹奇事都是会过去的 那么一切的感觉其实也是不稳定的 这也是为什么神要我们与他之间的关系 建立在信心跟真理的根基上 不是凭着眼见 也不是凭着感觉 就像现在的时代 为什么关系这么的不稳固 特别是男女之间的关系 所以一方面跟我们放纵肉体的私欲有关系 另外一方面呢 也对于这个人 越多的去追求自己的欲望 或是追求自己的感觉 而没有把关系建立在信心 以及约这件事情上面 所以上帝与我们之间的关系 神是以约以及以真理来去建立的 这就表达神要与我们建立一个 超越我们的感受 超越一切不稳定的因素 这是一个约 并且要凭着信心去领受 就是不论我们感受如何 因为我们知道他是一位怎么样的神 这是真理 而我们愿意相信 出于这一位这个属性的上帝 他所做的事情都是美好的 在这样的信心里面 那我们能够与神产生真正生命的连结 所以唯有这样子在真理跟信心里面 产生的生命的连结 使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基督 在这里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当他们认出耶稣的时候 那耶稣向他们以身体显现的这个 对不起 好 那就是当他们认出耶稣的时候 时空的限制了 那是一种从天上生命 一种属灵生命在地上肉身的 显现的显明的一个状态 那另外一方面呢 也表达我们对神的认识 我们要从凭着眼见 要提升到从生命 从灵里面对神的认识 眼睛的明亮 是帮助我们能够与主有份 而要与主有份 我们就需要吃主的话语 我们需要领受属成的生命 我们需要有主与我们同行 那么当主的圣灵运行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独成的话语的时刻 我们的心里面应当是火热的 我们对于真理 对于永恒的生命 应当是要有热情的 要有一种切勿 就是要切勿那基督的道 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 进去长成 并且我们也应当期待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能够有一种力量 能够使得亲近我们的人 他们的生命能够火热 我们也可以说这种火热 它也是一种生命里面的能量 一种旺盛的企图心 就好像年轻人 或者说我们讲小孩子 对于所有的事物都抱持着强烈的一种好奇跟企图 想要去尝试各种各样的事情 那你会发现当随着人的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 有一些动力有一些火在我们的里面就渐渐的消失了 以至于人生如果没有更高的目标的话 就会渐渐的索然无味 那么跟随神其实对我们的今生有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 我讲说副作用好了或者是价值就是当我们追求主真理的完全 跟随神的执意 我们在跟随主的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你心里面的那一份热情 它是不会失去的 以至于你会活在这世上 会对于各种各样的事物 你能够期待上帝有更大的能力运行在我们里面 使我们能够看见更广阔的 我们可以去尝试 可以去做可以去爱的对象 那么在这些的过程当中 那能够帮助我们自己生命就能够越来越美好 那这也是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可以去思想的 所以如果弟兄姐妹在这段时间 或者是真的感觉到渐渐的生活生命的那个火热的心渐渐失去了 那我们要求神求主的真理 求主的圣灵运行在我们的里面 使我们再一次重新点燃我们对于永恒生命的热情 对于主的爱主的话语的热情 使我们带着这样一个火热的心来奔走神良给我们在地上的每一个日子 祝大家有美好一天 愿主的话语与我们每一位同在 谢谢大家